这局我军神附体 请看我的表演 开镜第一人 再走螃蟹部 简视一枪空调 没有关系 不要着急 第二枪面中 这枪没有甩到 再来一枪放跑一个 大平地这不是给我练习打板吗 发现了另外一对 一枪爆头 他队友不知道在哪里打我 先补掉这个绝望的敌人 看到他队友了 有本事再打我呀 让你尝尝打局的威力 再放了一个 前面有一只冒烟的狮子 在欺负小人机 这局非常的奇怪 我感觉队伍非常少 人机挺多的 等他下车后再打他 我老喜欢这个大头的音效了 真好听 这个人拿了一把裙子都没空 其实我的头顶来了一对 旁边的人机一直在打我 我不想暴露位置 一旦暴露位置 我这个地方吃雷 我等了就这个机会 差点还让他给反杀了 结果最后一敌人 就是个人机了 果然 我在出生岛的时候 就感觉真人很少 又是一局福利上分局 下一季母很容易皮皮到这种 这局我落地就拿他百分之三 听到两个人在接战 其中一定赢了 并且深受重伤 我一个从天而降 结束了这场武林纷针 甚至还把人头给K了 小玉米一定哼气 这局我又拿了很多包子 丢在厕所 然后飞上这个信号枪 准备吞人 加油站那边有人召唤了空头 然后厕所那边也召唤了空头 在大麦田厕所召唤空头 这人灯也太大了 飞来飞去不好弄它 哇 哇了个去 两把信号枪啊 他们是不是有啥想法 故意掌心地扔过去 然后有一队人来了 但他们的目标不是买田 而是加油站这个 哦 开上了开上了 让我们看看谁会会上呢 我压一毛钱石头追一顿 果然他们打倒一个后准备进攻 但是旁边还有一个伏击的 伏击的被背后加强的打了下去 加油站进点一打一 我来帮你一把 还要我去 啊 这都没有打 我以为都打我了 收枪了的 吓得它变成小狮子跑过去了 加油站那个丸了 哈哈 我现在就要是一个指挥官 在这里看他们的纷争 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 此地不饮酒疗 把我包子拿上 不是吧 又发一把信号枪 新版本的信号枪真多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赶紧过桥去机场 这里又有一个超级工头 我就还有人 这里有一个超级隐秘的地方 那就是这上面四个烟囱 只要全敢刷天火 我就敢吃鸡 对面也有一个人藏在里面 我用火烧它 被吓得落花儿童 这鸡鸡符想干啥 你敢上来我揍你哦 快走快走 笑死我了 这个金鸡符放到别人的怀里了 我都不知道我隔壁这个颜团有人 我只知道刚刚最后一个有 烟囱爆烟了 不过是绿色的烟 这留五个烟囱 有两个有人 我选择了一个没人大 突然对面开始吵我丢火 我枪口卡了 快走 我让我试一口气跑到另外一边 在这边打完要冲我越想越气 于是决定再回去 这次我打算趁其不备 直接上去宰了他了 请问我一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大哥你好 我走错路了 别打自己人 送到别人脸上了 事实证明 这个地方千万不能这样上呀 给这个人送两个人头的头 太无敌了 只有飞到别的烟囱用投掷物攻击 直接飞不行 本想观察看这个人到底能赢几个 无奈全刷走了 他的表演也结束了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